嗨 各位球迷大家好 然後謝謝你們在這麼炎熱的日子來過來看我們順遜 謝謝大家 耶 掌聲 掌聲 好 接下來是我們 很開心看到這麼多球迷來看我們練習 那我們也很辛苦 好像流了很多汗 就是希望今年能夠有好的成績 也希望你們繼續支持我們 謝謝 掌聲鼓勵 好 接下來是我們的最年輕的小獅子 各位球迷大家好 然後謝謝你們在這個冬天的日子 然後太陽那麼大 辛苦你們 謝謝 謝謝 好 今天非常開心的在我們這個開放的第二天邀請到三位 那其實剛剛他們簡單跟大家打完招呼 其實他們都有提到 今年應該算是我們第一次球隊有這樣的嘗試 就是舉辦一個比較完整的春訓的活動 讓大家除了可以看他們練球之外 也可以就是有其他不同的地方來做體驗 那想要先請三位選手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次來到我們這個全新的基地這邊 做這樣正式春訓的訓練 有沒有什麼覺得跟一往不一樣的地方 那再加上這兩天其實有很多的球迷湧入來看 大家練球幫大家加油 覺得這是不是跟平常自己在練的時候 那個氣氛上會有什麼樣的不一樣嗎 先請 又跟大家分享看看好了 就是練起來很舒服 然後有很大的空間 讓我們選手可以好好的訓練這樣子 然後也謝謝球團 對 那有球迷在你會有偶包嗎 他不太會 就是有動力啦 有動力 怎樣有球迷看起來有緊張嗎 其實不會啦 對 因為我覺得能夠在這裡春訓 覺得很幸福 因為這才是一個職業球員 該有的場地 所以我覺得我們大家 其實球員也會更努力 然後把自己準備好 對 沒錯 在這個春訓結束之後 其實馬上就要迎接今年的新球季 那當然春訓期間都是我們球員 在備戰球季非常重要的一個階段 所以真的是很希望說 大家在我們這幾天有開放的時間 都能夠多多來到我們球場 那只要有大家的就是那個監督 監督會讓他們練球練得更認真這樣 那請傑凱跟我分享一下 你覺得差別在哪裡 就是這個場地跟有球迷來幫你加油這樣子 我覺得在這個場地練球就是 真的很舒服 然後練球的時間也很充裕 然後看到這麼多球迷來為我們練習的時候加油 也就是像我們在比賽的時候 有那麼多球迷在這邊看 然後會使我們在練習的時候更認真 然後也不想讓各位球迷失望這樣子 你會掰好 就是我們被操得很累的時候 像現在很多相機在拍的時候 我們臉都要掰好啊 拍起來我才會比較帥 就是表情觀點的部分會比較喪心一點 好 那真的很開心 我們在三位選手在非常辛苦的練習之後 還特別撥空來跟我們現場的球迷見面 那我們先請三位選手入座好嗎 那這邊呢我們先調整一下我們要參與的動線 從這邊好了 對 對 然後這邊